在新中国的战斗历史上,涌现了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,他们为了国家的解放和民主,抛头炉洒热血,甚至奉献了自己的生命。 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一位抗战英雄,战争时期,他不畏牺牲,先后立下了十个一等功,十二个二等功,前前后后有五十多枚战争勋章。 新中国成立以后,又甘心归隐山林,不给国家添麻烦。 他就是抗战老兵肖万世,肖万世出生于河北省秦台市西游村,在家中排行老三,抗日战争爆发后,日军扫荡滑北平原,吃起了河北的很多村落。 其中就包括肖万民生活的西游村,肖万世的父母和妹妹,在扫荡中被日军活活烧死。 这件事情里肖万民对日军痛恨万分,于是和家中的两个哥哥,一起加入了游击队,开始了自己的抗日生涯。 肖万世在部队出了名的不要命,他曾带着一名战士,偷偷摸进鬼子的炮楼,杀死了几二十个鬼子。 因为他的不要命,他也曾在多次战役中受伤。 长乐村战斗中,肖万世的部队死伤惨重,几百人只有五六十人生还,肖万世左胸重担,做手术缺少马咬。 为了防止他挣扎,只能将他绑在柱子上做手术,医生尽力想取出他体内残留的蛋片,但却仍有两块留在肖万世的体内,并伴随了肖老医生。 肖万世在云南轻收鸦片时,一些体弱多病的老人哀求他,想请他留下点鸦片,以缓解自己的疼痛。 肖万世坚不住哀求,便没有将鸦片全部清收,也因此受了处分。 六十年代,一名工人到梁库偷梁被抓后,肖万世了解到他的家里困难没有饭吃,便兼致把人放了。 这使他的当案里有多了一个处分,虽然都是为了他人付出,但肖万世并未拒绝接受对自己的惩罚。 肖万世老人一生参加过多次战斗,不仅在抗日战争泛勇杀敌,更在解放战争中也出过一份力,并因此获得许多荣誉。 但是他几乎不向人提起自己的过去,他的好友都未曾听他提起立功的事,他的儿子们也只是从父亲的善友口中得知父亲的光荣故事。 肖万世老人在离休后也并未闲下来,在单位和邻居有事,找他帮忙的时候,他从不推脱,帮着忙前忙后,在83岁时,肖万世因患有多种疾病住进了,在遗嘱就是十几年。 在他去世前,国家派人被问,看看他有什么心愿,当时肖英雄只提了一个要求,那就是他去世以后,不要通知他约来炸摇,不要开追倒会,不给国家些麻烦。 抗欲英雄用一声,诠释了为人民谋幸福,为国家谋解放,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,死之后又静静的离去,甚至都不忍心开追倒会麻烦政府。 他的心胸和气魄,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